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拖兔 这一周呢,想给大家分享的又又又又是摇指 为什么一个摇指这么能巴巴呢? 主要因为我也还在学习 所以的话,我想把我自己的一些练习感受分享给大家 说到摇指,从一开始的手型,发力,还有根捷拍器 到后面的提速,再到后面的换弦练习 那这一周想巴巴的是什么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摇指每拍个数也是需要刻意练习的 不然的话就会出现节奏不均匀的情况 而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慢练 说实话,练了这么久的古针,不管是摇指还是其他技法 有一点我是特别深有感触的,那就是慢就是快 现在的慢呢,都是为了以后快起来所打下的基础 所以的话,一定不能心急 再细说呢,就是首先要清楚一拍有几个音 然后的话需要确保在不跟节拍器的情况下,把每个音的个数都摇明白 这里的话可以逐个小节练习,或者是两个两个音的练习 当熟悉之后呢,可以再练起来 我现在所练习的将军令练习曲的话,一拍是有两个批拖,也就是四个音 这样就为一拍 然后再是逐个小节练习 另外在慢练时将每个音的摇指各处都摇明白之后,也可以慢慢提速到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摇指的连贯感 当以上练习都比较得心应手时呢,就可以开始跟节拍器练习 当然开来节拍器也是需要把每个音的个数都搞清楚 如果一开始不习惯节拍器的声音,可以在每个音的音头给个重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大家在练习过程中一遍问题,可以留言提问,或是添加我们的微信交流群一起交流学习